今天的第二次聚在一起 我们现在也不说上课了 我们就聚在一起聊一聊 这是上一周我们开了一次 这次我们继续开 我们上一周也讲过春茶 我们今天就再讲细一点 就讲明前茶 我们茶叶的灾产 我们是有季节性的 主要分明前跟雨前 明前雨前都算春茶 明前茶的就是 明前就是指清明前 雨前就是指古语的季节的前面 那这个清明节大家都知道了 4月3号5号吧 这个不确定是哪一天 今年今年是哪一天 我瞧一瞧 清明节5号 今天是5号 对 它们5、6号 对 那就清明节 像现在采的茶 都叫明前茶了 明前茶贵如今 有这么一句电影 就明前茶是非常昂贵的 那明前茶里面还有再分 比如说你像龙井 龙井它有分 那个叫做手采 开圆手采 就是打开茶圆的时候 第一天采的 那个又是贵中之贵 最最贵的 然后也有按级别采的 级别采的 我们主要讲龙井 那个骑枪型的 类似一牙一叶那种构造的 骑枪型 一枪一骑的那种 一般我们都叫特级龙井 再往下再靠一点的 往下靠一点的就是 就算一级龙井 那在我们这个进 这个就是说 我们像我们轮茶庄 我们主要 我们这三款都有进 就是手采的顶级龙井 还有特级龙井 还有一级龙井 我们都有进 这个都是西湖核心区域的 都比较好的 比较贵 像那个手采龙井的话 我们这边价格 一百二十五克 我们卖到六十刀 还是一百五十刀 一百五十刀 相当贵的 在国内 在大几千块钱 大几千块钱 这个也卖客人也不多 每年也就进个三五万 特级龙井卖的还可以 最好卖的就是那个一号 我也不叫一级 因为这个各个级别的叫法 也不是很规范 我就直接叫一号龙井 这个明前龙井 是在明前茶里面是最经济 香气非常好 而且这个绿茶的这个 还有个特性 这也顺便讲一下 绿茶的特性是越贵越淡 顶级的是最淡 轻轻的 柔柔的 像水一样 像什么样 不能这样 滑滑顺顺的 非常滑顺 但是很清淡 去年呢 我就有个客人 他算是一个不差钱的客人 他的茶呢 不是太懂 他说要最好的龙井 我就给他送了一罐顶滴过去 他说你这顶子怎么不香啊 没味道 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 他说你咋会喝茶 那我就给他换那个一号龙井 这个龙井还便宜啊 你喝这个 哎呀不错不错 这个真的很香 所以这个 这就是喝茶的门道问题 越贵的茶其实是越淡 它香不是香在外面 而是香在喉咙里面 滑润在喉咙里面 所以各个朋友呢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有的时候不是说有钱买的 都适合自己 最贵的都是很贵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要适合自己对路 适合自己层次的 你先喝对了 能够喝对了 再慢慢慢慢往上提升 这样也不浪费钱 那这就是明前茶 明前茶的话也不仅仅是龙井 还是碧楼村也是 好像都一般的江浙的茶 多数都是有 都有明前茶跟隐前茶之分 那也不都是江浙的茶 都这么详细的 你像那个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茶 叫安吉白茶我也做 安吉白茶 可能这边如果有今年的新朋友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安吉白茶的叫白茶 不是白茶 它是个绿茶 但是因为它在安吉线 它直线距离离杭州的龙井山 那叫什么龙井村 就80公里 但是因为它实际上在山上面 在那个安吉线的山上面 所以它的那个彩茶季节 又比龙井要晚很多 要晚20来年 所以有些茶呢 一定用季节去封 不是很恰当 所以就是 不要太拘泥 有些一定 民生茶一定都是 挺尖贵 不是这样 要看各个地区 去搜索 去辩论 你像毛峰 它采得也很晚 还有更迟的茶 你像鹿安瓜片 那干脆它就到四月底才采 根本就没有民生茶 它那个安徽的茶 那就更也就 那个就 没有民生茶 对 就是主要是看它第一茶园的采摘的顺序 去排 那我们说民生茶主要是 一朵春 这些民生茶 是民生茶的 讲法 那大部分的茶 那都是春茶比秋茶好 春茶是最好的 就是民生茶是最好的 就是第一波采的茶是最好的 这样的 如果只有应该 在我印象里 是只有铁观音秋茶比春茶好 那是因为铁观音 就是安息地区的天气 有问题 因为安息地区的 它春天的时候 雨太多 雨水太多 那个茶叶不怎么淋香 到了秋天 它的天高气躁 香气更重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绿茶的一些 一些按时令去发分的一些方法 那么至于为什么民生茶好 这个春茶好呢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看今天这边很有 反正如果有问题 哪位朋友有问题就提出来 我们具体的就再讲 不然的话我们就默认上一节课都来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上一节课的内容了 如果有哪位朋友 如果我们这个是个座谈形式吧 我也不会不说讲课了 因为去年刚开的节目的时候 那头几节课 那个时候我是有认真备课的 很系统的 讲一下 应该我们中心的令吉人应该都有 如果有新的科学 如果想很系统的听的话 那几节课 诸相可以放出来看一下 那下面呢 后来呢 我们就是以礼物待命 就是抓一个地方 就跟大家聊聊 聊聊天 来座谈的形式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提 那今天呢 我们就泡一个茶 一个是 在这里 这个字叫 橙皮寿梅 就是说现在国内呢 橙皮的东西 大家可能 应该也很 应该有听说过吧 橙皮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有一两环 一两橙皮 一两斤的说法 而且橙皮的一个功效就是 减费论位 所以说 像从去年 19年 20年开始呢 就是说一旦就这个疫情一开始了 我就说 一直在推荐两个茶 两个茶是对疫情是有 对抗疫是有帮助的 一个是白茶 一个是 小青钢 土耳 土耳 土耳茶 因为小青钢 主要是小青钢 就是小青钢 因为这两个茶呢 都有润肺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那个 Colora 19 这个就是 就是说这个 这个病呢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病呢 主要就是对肺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对肺的问题 造成咳嗽了什么 然后发烧 但初期的病人去 一照那个肺都是有问题 白白的 一片一片 这个肺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如果有个强壮的肺的话 对我们这个抵抗是有专注 特别是现在 现在我们这边加拿大 就是完全是 与病毒共存完了 就大家就不care了 现在 他说是14号以后 连口罩都可以不要戴了 但是现在医院里面还是报 每天都是有一千 医院住院人数 都是在一千以上现在 那那个 那我们国内是在找动态清理 哪里有病 他就把它分掉 深圳也分过 这几天最近在分上海 上海就这么 成国的经济龙头都分掉了 这个就是国内是搞清零政策 这边那是无所谓 这边是现在说是第六波来了 但是大家 你到Downtown去看 歌舞升平 那个所有的所有的营业都罢了什么都开了 我造的好像很少 我们在就是现在这边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具体造成不一样的原因也很多 跟这里的医疗体系可能比国内要好一些 所以国内是怕 因为国内的那个人均的这个病 病床准数了什么叽叽巴巴 可能比我们这边要差 万一路 如果也是走像我们加拿大的路线的话 国内报的会比我们差 可能会像前一阵子一路那样 街上烧尸体有什么那种事情 所以国内是坚决搞动态清零 什么动态清零 静态清零 对的 那这边的时候 现在都放开了 这边反正他只要医院能撑得住这么多人 那这路线的人他都无所谓的 那对我们 这个扯的有点远了 讲到疫情 这个国策去 那就是我们就是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来 就是对到我们每个人 特别是对我们茶人 需要喝茶 如果要对疫情的话 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就两千年开始 前年开始 我就一直在推荐 就是喝白茶 老白茶 另外一个就是小金刚 小金刚实际上就是承平 承平的健卫 理卫 理卫对这个卫的清晰作用 非常好 我们也在卖承平 也在做一些 作为承平呢 什么叫承平 承平就是我们现在说 有些人说承平就是橘子皮去晒一下 那时候这个不太一样 我们自己晒出来的跟真正的承平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承平我们是特制广东新会的那个地方的局势做出来的 只有那个 这就跟茶一样 都到处都有龙顶 然后好几个省都都做龙顶茶 但是只有 只有杭州 只有杭州那个师就是龙顶春 那个五座山 那个是最最好 那个最最最最贵的 那就那承平也是新会 新会呢也有分一级区二级区 这个具体呢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跟茶还是差一点 那就那承平跟茶的结合 那第一个就是小青钢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呢 国内有的也在很流行的这个叫做承平送 那就是把承平跟那个白茶 给它喝在一起 那我这盒呢是金庄版 其实我这个进的也不多 那一共进了几盒 已经卖了几盒 我也没法卖了几盒给朋友 那其实我自己都还没喝过 我看一看 这个是长得是这样的 那在打开里面是一种小铁盒 叫神皮送门写到这里 再往这打开 神皮送门 对神皮送门 你看它再打开是这样子 它是个锦尼亚茶 这个纸包着 那这么是这样的一片 这一片是多少克呢 乘一乘 到了以后我都没喝过 都已经卖掉几个了 我都没喝过 正好应该 这么试一下 看看这一泡 这一片是多少克 看看 这一片有30克 30克那我们 我们准备用个 一次大概至少要5 6克 我给它多拿来点减 这个是6片 它里面是把它画成6片 6片我们摘一片下来看 这一片是5克 对那6片5 6 30是这一整 这一整块是30克 OK 那我们再做一个 我们用这个金融用玻璃壶来泡 啊 这个 我们淘一片进去 这种紧压茶老茶呢 我们还是要冲冲冲冲写一下啊 来那洗一下 这里就是说洗茶一定要注意哈 很多人 啊 很多人我在琼里面也有已经发过那个 也发过了啊 这个绿茶肯定是不能洗啊 就洗这什么茶需要洗呢 一个是老茶 紧压茶需要洗啊 其他茶都不都是不需要洗啊 一洗的话就损失是很大的 特别是绿茶啊 百分之五六十的 百分之五十的那个 营养物质都是在 头十秒钟释出的 你这个一洗的话太可惜了啊 那这种这种紧压茶 我们是需要洗一下 那么 这也叫醒茶的意思 把它的叶子给它打开 五克茶 五克茶我们的水少放一点 你这个不是 是啊 是啊 我这铁壶烧出来的水 是滚水 刚刚烧过 我们看一下 这滚水 刚刚洗茶也是滚水 对对对 我们用滚水 这个是一百 一百 这个铁壶啊 这个铁壶是标配啊 这铁壶现在国内是茶人的标配 我们对 因为铁壶烧出来的水呢 比其他水 有这么多两大好处 一个是它水温高 它比那个布锈钢壶要高三到五度 那对这种紧压茶呢 还有这个老茶呢 非常好的 能够充分的激发出它们的内含物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铁壶烧来是暖水 我们这边那个 文秋啊 这地区 就加拿大地区的水都是硬水 什么叫硬水呢 就是它的钙美离子太多 钙美离子太多 那我们就是有些新民如果过来的话 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那就是叫水土不服 那就是因为这里的水太硬 那怎么处理呢 一个是先用过滤器 这个所有的商店都有卖这种滤水器 轮胎店了 沃尔玛了 Costco都有卖 滤水滤 先滤掉一部分 然后再用铁壶煮一下 这铁壶煮一下 那个铁离子进到那个水里面 就会使水暖化 会变甜 所以这个 这个是 现在是国内 国内茶人的标配 还有一个配法就是配银壶 但是银壶性价比不太好 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是装那么四分之一的茶水 本来这个春茶那个不是说星期五能到 但是星期五实际上是到不了 就在等了 可能应该星期二星期三能到 今年因为隆景地区 今年那个传统的采茶区 隆景的江湖 都有稻春寒的影响 就特别冷 因为采茶的日子都往后推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我上周也讲过这种 有凡是这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 这今年的这年的茶会特别好 因为它多长了几天吗 多续集了几天的能量 迟了几天了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希望能够到的时候能尝一尝 是不是真的比去年前年好挺多 这种老茶 先泡后煮 这种茶都是可以煮的 这种紧压茶都是可以煮的 我们给大家看看 我这一天变得是陈皮跟瘦梅压在一起 这个茶呢 这种茶呢 这今年是这两年都是在图内非常流行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进这个货 大家随便聊聊吧 有什么问题各个方面的 关于茶了茶具了茶漆的问题 我们都都可以聊一聊 不局限于春茶也不局限于一定要 这个陈皮要瘦梅了老茶 老师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是陈皮和瘦梅紧压茶是吧 对对对对 如果我因为瘦梅也属于白茶里边的 对对 那如果现在我有那个白牡丹 或是那个金针银行 那个那种茶也是 银针排好 对 银针排好 那么我自己配上陈皮 这样的泡和这个作用有什么不一样呢 没什么不一样 可以 肯定是可以 那 陈皮呢 我以前我也经常煮白茶或者是煮葡萄 我都可以加排成皮的 都可以这样加 自己加的都是可以的 那那我就想问一下 我不是锦鸭茶 就是这样的配起来的茶 是不是也要洗 要洗茶 你那个陈皮稍微冲一下 你那个 我这你手上的那个 银针排好跟白牡丹都算是散茶 散茶你自己保存的散茶 你肯定都是密封保管 那是不需要洗的 那个这个都是干净的 哦 只是陈皮洗一洗啊 陈皮稍微冲一下 看有什么灰尘冲一冲 就是 陈皮冲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锦鸭茶的它操作灰尘 是不是因为它在操纵中会有什么污染 所以要做一个清洗呢 还是为了让它展开 对 主要是洗茶的意思 主要是把它展开 因为第一遍的话 它因为它压在一起嘛 压在一起 你第一遍很难泡出味道 按那第一遍那水 润一下 展开一下 主要是洗的意思 洗的意思也是 因为那个陈皮在压制中 或是在跟瘦梅压制中 也许会影响它的 就是或是 太紧了 太紧了味道不容易出来 味道很难 一下也容易出来 是这样吧 润一下 对第一遍就润一下 到底第二遍就容易出来了 嗯 是这样 对 对 这种锦鸭茶都是要洗 特别锦鸭茶和橙茶 普洱是一定要洗的 一定要洗的 五年十年过去 那都有一股橙味吧 一点点的橙味 所以味道会好很多 嗯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春茶就是春茶 或者明前茶 这些茶绿茶里边 嗯 是不是在明前的时候 都要人工采摘 因为太嫩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其他的是不是要机器采摘 有没有机器采摘 有机器采摘 有机器采 当然就是说看标准了 机器采的肯定标准是比较差一点 那个 那人工采摘 因为现在的机器智能手 还是不够嘛 没有不可能用那个 那么高端的智能去采集 去做采摘 我们采摘是有标准的 比如说像一牙一页了 什么一牙两页了 臀牙了 这个还是要靠手工去去辨别 而且特别是春茶的手工 人工位是特别贵的 因为春茶温度很低 这个时候国内农景地区有什么温度都挺低的 5度10度跟我们这差不了多少 非常冷 这个新茶很辛苦采的新茶 而且那个气候是很又湿又冷 是这种感觉 另外那个春茶呢就是非常嫩 就是感觉 所以呢只能人工采 机器做 机器采会采坏掉了 机器采出来行都不对了 行跟我们手工采的行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 看看其他同学有什么要说的 机器采的茶肯定会比较粗一点 对 价钱也低 对 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是 因为它是不分粗细的 反正纯路都是按一个位置 像检头发样 跟检草一样 检草剪头发样推过去 就一片就倒下来了 所以一压二压三压都不管 三七二十七都跟你搅在一起 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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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业都进去了 对对对 跟自己调配的是有还是有一些差别 有点有他自己的特色 现在陈老师现在茉莉茶 茉莉花茶反而不实心的呢 茉莉花茶这一般的说 这不是说不实心 还是很多人喝 以前我也有讲过这个题材吧 就是关于茶叶的鄙视链 就是花茶在喝茶的等级 在喝茶人的等级里面是比较低的 可以是这么说 所以这里就是 那我们也继续回忆一下那个内容 这茶叶鄙视链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第一 什么就是说喝什么什么 哪一层是最低的 喝那个花草茶的 玫瑰花了 或者是什么菊花了 我们喝茶的人认为 那根本就不是茶 不是 不是茶树 那在网上呢 那个喝绿茶的人 他肯定认为那个 喝花茶的人是比较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你花 我们说的花茶 这个时候的花茶跟花草茶又不一样了 花茶就是指那个用茉莉花 印那个绿茶或者是白茶把它印出来 因为它这个香气呢 因为它这个香气呢 不是茶叶自己的香气 是靠茉莉花 这个香气 所以那其他喝其他蒸蒸茶的人就认为 你这个喝就喝花茶呢 这个是香气 不是茶叶的香气 他就这个 这个花茶 花茶呢 就是在倒数第二 那在网上呢 就是喝乌龙茶 喝乌龙茶他就看不起喝绿茶的人 因为乌龙 因为你这个绿茶呢 喝绿茶的人喝着喝着喝到最后呢 大部分人都会转到乌龙茶去 因为觉得那个 喝到后面就会觉得绿茶不够味 喝茶就这样 越喝越想就很浓了吧 那绿茶怎么泡都浓不起来 而且一浓就苦 那你那个乌龙茶呢 它经过那个 半发酵 半发酵出来 那个香气就非常旺 而且那香气是自己茶叶出来的 跟那个花茶那个印出来的又不一样 所以喝乌龙茶的人就觉得自己很牛逼 你怎么喝绿茶呢 什么茶都没味道了 这个普洱这个山 普洱茶就是讲究也很多 那那个什么五大山八大名山 生辅辅辅辅辅 那个成年一泡 那个泡个五年十年 五十年口感和什么都 那又又不是铁瓜一能比的了 他们就自认为 科普洱人就自认为 你喝乌龙茶又不对了 又比我们差 就以为咱们科普洱的比你牛逼 就这个意思 那现在呢 后来最贵最高等级啊 现在这比试链最高等级的 是喝盐茶 盐茶就是 盐茶五一三的 我们上学课讲过 大红桃 肉桂 水仙 这些都是盐茶 盐茶那个千变万化 又比普洱变化又多了 五一三那个就那么三百平方百把 三百还是一百 我也不懂啊 这些数字看了就完 那么那么几一百 就算一百了 一百平方公里的那个无数的山 每一座山 他这个茶的口感都不一样 五一三的茶笼都不敢说 我精通盐茶 他只能说我精通我家的盐茶 而隔壁山呢 他就不敢说 他懂 变化非常多 差距也非常大 而且价格普遍来说也是最 我们高级的是非常非常贵 现在就是说 这个喝茶笔制链的最高级的 就是盐茶的 这个也是大家先笑话说说 但别去太较真 没有我听说的挺对的 说了很对很对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 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们不太会喝茶 我是不是会喝茶 因为通过跟陈老师学习 才一步一步的有了一点点感受 那我刚开始呢 我们就是喝茶解渴 刚开始就也是喝那个 那个茉莉花茶 觉得啊 好香啊 什么的 真真不错 但是后来 经过一点一点学习和喝 和品味 才感觉到了 为什么说我们喝这个茉莉花茶 就不如和其他的那种茶 不一样呢 等级高了呢 是因为茉莉花茶 它是 它离开了这个茶的本质的东西 是经过花的香 来给它熏成的这个味道 是这样得来的 但是呢 我们喝下边的茶 我们自己喝的那些茶呢 不是这样的 而是那个茶的本身的味道 我觉得非常神奇啊 我喝了一些个茶 比如我喝那个 那个白牡丹 金针银行 那是吧 银针白豪 银针白豪 对 我又喝了 还有黄金桂 凤凰丹丛 是吧 接下来喝的 完了老师告诉我 这不是什么熏制的 而是它茶的本身的味道 我觉得公然能喝出 那个茶的本身的香气来 所以我觉得太神奇了 所以我越喝越觉得感兴趣 觉得好像这里的学问很多 体验的也很深刻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每一个地区盐茶 每个地区 每个地方 就包括茶农 他都不敢说自己这是什么 每一块地方 就有每一块地方茶的味道 我觉得这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觉得一边喝 一边品茶 一边学习太好了 我们就是可惜的 现在只能再现 就是刚刚疫情早点过去 我们就是能够在线下 那就比较精彩一点 对 我这一讲 大家马上就分下去 一人一杯马上就喝 那就体验出 这个茶跟那个茶的不同 今天喝的跟昨天 这三节课讲的不一样 那个一点就出来了 真的要品茶 什么叫品茶呢 真是能品到不一样 所以在这干讲的话 这是比较尴尬 有点小尴尬 干讲也不受 也懂了一点知识 没讲都不知道 非常好 那当然也是 以前在19年的时候 基本上一个月开一次茶会 每次茶会一个主题 这次茶会讲绿茶 下次茶会讲观音 然后再下次讲文茶 或者讲福尔 这样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分六七个主题 这样讲过去 效果都听好了 就是能够面对面的交流 我也能够比较精彩一点 那这边讲比较 看看吧 我们真的估计要到明年 说是今年的话 可能五月份以后 一起会好转 不会这么严重 我们看五月份 五月份 现在这么厉害 说是五月份以后会好转 现在是叫第六波来了 是吧 对 什么Omega XE 这个一个最新的 Omega 2 Omega 2 这个又是一个感染力 极强的一个东西 没完没了 太强了 这现在的感染力 我们喝茶可以防疫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刚才你讲的很好 对肺部 对肺部 比较好的茶 我们一直在推荐白茶跟 金刚 现在白茶也有直接跟陈皮混的了 今天这个叫陈皮顺 那陈皮师妹 我们来煮一下 这个泡了 现在我泡了一个泡 让我们用这个 这汤做蛮漂亮 对 这个汤 但是这种老茶的汤色 它就跟那个很像 跟那个红茶非常非常像 有一点 它味道很重 不是 颜色很重 颜色是 是这样 我先把这个锅打开 煮一套看看 我觉得它的颜色重 是不是陈皮的颜色 是不是陈皮的颜色呀 陈皮如 老茶都这样 我煮的那个白牡丹 那个03年的白牡丹 08年的寿梅 煮出来 它是跟这个都差不多 因为老茶它经过转化 转化以后就叫做黄酮素这个东西出现 所以它这个汤色就变红了 黄酮素就随着时间的增长它转化就越来越多 所以越老的茶颜色应该是越深的 但是也不一定 这个也要看哪个茶种 你像白牡丹就比寿梅要大一些 那我能喝几泡 像这样的 你这是五克 五克 这个我也不 应该可以 这种如果是250毫升 汤水泡的话 应该可以泡四次左右吧 三到四次应该是可以 三到四次差不多了 就营养的差不多 如果煮的话会更少一点 如果泡的话 如果是不煮光泡 可能可以泡五六次 一般如果是加上煮的话就少一点 煮只不过是那个浓汤浓了一点 对对对 浓度高了一些 它能够把那个高温 就把那个里面的 泡不出来的东西给煮出来了 是 现在茶的品种好像特别多 改良的吧 都是 新制办的什么新品种 对 这个就是一个新品种 这种大就是一种新品种 对 太多名字了 对 也不知道该吃什么样的茶 这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这个我们上次也有讲过 就是一个是根据的 一个是根据季节喝茶 一个是根据年龄喝茶 一个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喝茶 我们这几个 就把这三种情况结合起来 就可以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经济情况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好 就是喝对了不是喝贵了 对对对 说的特别好 在原理上 在总理来讲 就是说如果不是恶意炒作的话 在抛弃恶意炒作的情况下 贵的茶是有它贵的道理 如果我们经济如果可以允许承担的话 可以试一下贵的茶 应该说跟便宜的茶还是有区别的 但看能不能喝得出来 对对对对 你刚才举例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人买了最贵的之后 对对对 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没味道 他觉得没味道 那个便宜的反而有味道 是是是 我们没有经验的人 很可能是这种结果 那就先退回来 等你喝出慢慢慢慢喝出 喝出感觉了 再往前 对着 是是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次序很对 绿茶完了以后 就是喝我们这个 喝这个半发酵茶是吧 铁观音之类的 然后就喝土耳 土耳完了以后 又开始喝 喝盐茶 反过来又喝盐茶 我现在觉得盐茶 哎呀真棒 盐茶是每一个茶树种不一样 它的味道就不一样 就就按照这个次序就能找到感觉 是是 那这个以前呢煮老白茶是 我们还要自己加陈皮 他这个他就直接给压进去 好 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 西会陈皮和其他陈皮有什么不一样作用 只不过是他名气一点吗 呃 他因为他的地理作用 地理环境问题 明白了 他就在那产的 所以功效还是有明显差距 他的土地 他的土壤不一样 这是他的气候 气候 其他地方不能不止的 是 你也是第一次喝呀 对对 我们说说你的感觉 跟自己压制 跟自己混合组还是不一样 他这个 他是科学搭配 他一起压制起来 好像更合一点 更融合一些 他压制在一起成化 会更融合一点 这是几年的 这很难一年 我瞧一瞧 他时间长和时间短位 都不一样的 做是2021年 我也不是太清楚 没关系 我就随便问一下 我知道 他时间长和时间短 不太一样 只有比较才知道 好精致啊 这个盒 这一盒很贵吗 这一盒 我们这一大盒 一大盒 我们现在是卖100刀 因为它是金砖的 这120克 这才120克 里面有几盒 一百刀 这铁盒有几张 我这铁盒里是30克吧 30克那120刀的话 那就是四 一个小铁盒 一个条30克 那就是四 才四合 那才四合 四个小铁盒 四个小铁盒 用这么大的一个盒子 就是啊 包装很贵吧 包装钱 这个包装 给我们浅装点很好啊 我们不要包装 高级的东西都是要包装一下 就是被包装钱拿得太多 煮一下的味道又重一些 感觉怎么样 跟我们描述一下 这个酸甜酸甜 它有一点点的那种酸味 但这个酸是陈皮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酸味 不是那种 醋酸 那个很舒服 明白 茶的感觉少了吧 对 茶的感觉 也有茶 那个白茶的感觉 也是有的 有的 但是陈皮会压倒它的 是陈皮会压 会压一些 对 你这个茶就是叫 陈皮寿梅茶 对对 陈皮寿梅 那名字太多了 这个吃的还有点酸味 嗯 陈皮寿梅 嗯 嗯 其实你买点白茶 再买点陈皮 自己 对对 自己自己泡的话 肯定是比较省 比较省钱 对 我就是这样买来的 从你那里 我觉得挺好 自己搞 对 我们那个 像白米缸 陈皮也很雇雅 哦 你买西惠陈皮贵一些 你一般陈皮是买得到的 对 那还用点陈皮呢 对对 外面 那个超市里面 也有陈皮 那这比较便宜的 那个做菜 做肉 这款白牡丹 白牡丹 白牡丹 这是 白茶 这也是老白茶 白茶 这个我们 我们也顺便讲讲 那个白茶的等级吧 白茶的话 现在是 以前是四个等级的 但 最上面是银针白豪 第二个就是白牡丹 第三个是寿梅 第四个是叫贡牡 白茶是分这么四个等级 银针白豪是只有前面的一个芽 嫩嫩的 中间的芽抽出来 然后白牡丹基本上是一芽两叶 那那个寿梅的话 就是四五个叶子 加一个 有的时候有芽 有的时候就没芽 那供梅就成不没芽 而且是 采的是最低的 是那个最后采 老化的 但说是 所以说那个等级是这样子 但是呢 它各个等级 自己有自己的味道特点 所以 不是说一定就要喝 但是寿梅也有寿梅的 寿梅 像这种低等级的茶叶 因为它是初老茶 那去煮了更有味道 它内行其实是更多 所以要用寿梅来跟那个什么搭配 因为它比较粗一些 对对 那个银针什么就太淡 太淡的话 如果跟橙皮一配的话 茶的味道就变没了 就完全都是橙皮的味道 董老师 那还有什么问题 你好 久违了 你好 那是在叫我们英语唱歌的时候 对吧 今天是下午茶 对 我知道 我也听到它起司课了 太好了 欢迎常来 我和你每天看到的 是吗 不是 我跟那个一方老师 是我 一方老师 一方是这个 然后我们也顺便说说这个中心的事 这个中心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会员制 可能我们这边大部分人也都已经是会员了吧 对对 对我也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平时喝那个橙茶还是新茶呢 我你说我是吧 我还是喝橙茶比较多一点 我是比较喜欢 特别是老白 这个白茶 我 那个白牡丹 我是白牡丹跟寿梅 我是平常喝的 还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这个 这个茶 怎么把它除畅比较保险 你如果是老茶的保 呃 呃 像这种橙 像这种橙茶比较的话 就是把它要密封 密封 密封 这个就是那个密封袋 私底的密封袋 给它端起 给它分好 一个给它分好 然后你外面再套密封 多套两层 多套两层密封加密封 这个是 以免创位 这个我们老白茶 白茶都要这样保管了 如果是绿茶的话 还要放冰箱 啊 冰箱不是有的时候 也要有水珠什么的吗 那你把它分好再放冰箱 那你肯定不能够 躺着就放进去 绿茶是要放冰箱 那老茶呢 不用放冰箱 常温保管 但是就是把它密封好 放在干净的地方 哦 其实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忙 忙得很哦 老师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下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课吧 五十没到没到 还有时间 对对对 还有十分钟 我看错了 接着可以有问题 还可以接着提 可以分享 一起分享 对 下一站日本人会往哪打 我听了你好几次课 你 你那个时候 孩子被课 是吧 陈老师你要懂得很多茶 你没到茶 还可以吗 这个茶叶种类是很多 茶叶如果观看种类的话 我们中国的茶叶就有大几千种 不是说几百种是几千种 但是知名的茶不是太多 说知名的茶就是 淘宝的茶必须懂 其他茶的话 知道它哪个类就行了 不可能说几千种茶 我们都懂都喝过 这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海外 我们跟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知名的茶 你在前几十名 前十名的茶 你我们一定要懂 然后呢各个类 分类我们要 然后就是在一看就知道 至少有些朋友 有些茶友拿一个 翻一个茶出来 看一下就大看就知道 至少是哪个类 哪个地区的茶 大致能看得出 这个因为做做做 但总例来讲呢 茶的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掌握 不跟那个其他 就是只要你多喝 多了解都不是太难 特别是这个资讯 很发达的社会 在网络的什么 如果有什么不太清楚的东西 我们上网一茶就有了 比如说 那个谁拿了一个立阳白茶 立阳白茶我也搞不清楚 给我喝有个茶有个交流 那我上网一茶就知道 立阳白茶原来是 就是安迪白茶 他这个茶树带到立阳去 上出来的茶 培育出来的 所以这个立阳白茶呢 也是立茶 这个我们一上网就做 很多东西 太多了 对还是比较不算 因为这个资讯时代吧 网络时代吧 我们要学习 只要我们愿意学 随时都可以学得到的 我还想知道那个太平奎猴茶 太平猴回 这算老茶还是算 这个绿茶 这是新绿茶 这是安徽的知名浴茶 也算知名的 太平猴 太平猴回是1919年 1920年 1915年 哪个班纳马 时间长的了 哪个班纳马金奖的 班纳马国际展览会金奖的 他算是绿茶 对 知名绿茶 他没有什么 名前名前名后 什么春茶 没有这个 他的定律是在什么地方 他在安徽的 安徽的茶 采的普遍都迟一点 所以谈不上名前茶了 对他应该是没有名前茶 他好像我记得是要四月底 也是要到四月底才有的 名前茶大概只有 只有五一三的 我名前茶主要是讲 龙顶 龙顶碧楼村 就是杭州跟江苏的 江苏 江浙的茶有明前茶 他的气温比较稍微暖和一点 对 江浙一带吧 五一三的茶没有明前茶 五一三如果是正言的茶都要到六月份才开始做 陈老师 我要问个问题了 又想到了 你说 老年来就是这样 一会想到可以 没关系 我们就是坐着聊天嘛 聊茶 我想问你就是说 你刚才不是说 陈皮吗 是吧 那自己放的 这支皮 放了年 久了 你说行吗 功效差很多 而且这次不能放了 如果你要自己做陈皮的话 也是有工序的 要三晒三蒸 要蒸三次 晒三次 然后再放几年 有一定功效 但肯定跟这个新会陈皮是彼此 那是没办法达到高度的 也不是随随便便晒的 一定要蒸完晒 蒸完晒 三蒸三晒 老师说的对 陈皮他不是说把橘子皮拿过来 一晒一晾干了 他就是陈皮了 真是的 陈皮他是有两种橘子皮 他把橘子皮里边的那层 就是带丝啊 带金的那层 要把它刮掉 然后那个刮掉以后的橘子皮 再晒再晾 他才叫陈皮 如果带在里边那个橘子丝 带在里边那一层 他出来 那就不叫陈皮了 那还是橘子皮 陈皮好像要分产地的 那天那个电视台还看到 那个地方产出来的橘子 就专门做陈皮的 对 新会 它的地理环境 它的土壤和气候 是吧 让它的成分 营养成分 效率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的 那个橘子皮可怕 跟它那个还是做起来 还要插进插了好多了 那准硬 那算好多了 陈皮它年头不一样 品质也不一样 它要产地 它那天有电视上有看到 它播报它那里 专门做陈皮的那个举止 是 是 好 看看还有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要不我们就把时间留着 给后面的节目吧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长江老师 刚才的那个 精彩的补充 不客气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今天就到这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啊 再见